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马家列医院的放射诊断科部门主管马家辉医生 多次被九龙西联网总监谢文华 要求他提供罢工医护人员的名单 马医生顶住压力多次拒绝这个要求 后来他宁愿辞职也不肯交出这个名单 现在已经是转任成为顾问医生 马医生的这个议举当然是值得全港市民的鼓掌 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下属 宁愿牺牲自己辞去部门主管的职务 都不愿意将这个名单交出来 这些就是所谓时穷节乃宴一一谁单清 在这个危难的时刻当中 那些风高亮节就展现了出来 至于那些想着是逼白人的 清算人的 想着有风洗尽你 不要以为好得戳才行 这个世界是风水轮流转的 你现在在作威作福 迟早就轮到你折舵了 这个联网总监为何要取罢工人员的名单呢 很简单 因为医馆局就要向这班员工发信 有消息指出医馆局的人事部 曾经去讯一些曾经参与工业行动的员工 就叫他们解释所谓缺勤的原因 例如当日是否生病而缺勤呢 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日后就会扣除相应缺勤日子的人工 但就强调这个不是秋后算账 只不过是根据局方的人力管理守则而办事 他们首先就是将这个罢工 是妖魔化污名化 什么叫缺勤呢 罢工就是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权 就不要想罢工就当成缺勤 否则罢工就没有了这个权利了 你应该就修改基本法才是 你把罢工删除就只有这两个字 罢工就罢工 缺勤就缺勤 抗工就抗工 你不要把几样东西混淆 你都离了大谱 然后又说这个就不是秋后算账 就算我当你真的要秋后算账 你又可以怎样做呢 我将那些曾经参加过工业行动的职员 全部解雇了 然后全部永不勞用 你本来就已经是人手短缺 竹琴见爪了嘛 你还可以移动这些人吗 你移动了去哪里请那么多人回来 蛤 你引入那些大陆医生和护士吗 如果是可以的 你医管局一早就做了 就是因为业界顶住了压力嘛 这个医学会和护士协会顶住了嘛 所以你就搞不定了嘛 还说秋后算账 这些人又说要扣人来的人工 罢工是合法权益来的 扣人工你真是 最好扣人工是扣谁呢 扣了范雄宁的人工 一年出300多万 做那个高拔星总监 扣了他们这两个人工 扣了高层的人工就对了 全部坐在大后方那里 每天就出1万元粮 300多万一年嘛 一天就差不多了 做什么呢 请问是 一只二只 就像铸米大虫那样 开口埋口 懂得说基本法 现在他们不说一下基本法 基本法保障香港市民有合法罢工的权利 是不是 你不保障一下他 一直懂得发这些信件 做什么呢 靠客啊 拋浪头啊 懲罰人家 扣人工 不知所谓这些人 好了 接着说另一件事 就是关于那个女马主 他中招之前 原来他的轨迹 真是非常丰富的 果然就是有钱人家 最经典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原来他在上周六 即是2月22日的时候 先后到过位于北角的豪宅 柏惟山 和大坑的豪宅竹丽苑 而根据JW万豪酒店证实 在同一天 该名的女士 曾经参加过一场私人包厅宴会 卫生防护中心就说 这个婚宴里头 有一些签子和斟查的仪式 然后就开始用膳了 我在这个节目那里 就呼吁过百几二百次了 在这段高风险的时刻 绝对就不应该再举办 或者出席这些宴会了 警察不听 结果就有五十多人 困了他隔壁 现在的有钱人 原来都是觉得 两围台没事 没事 没事 竟然就是害己害人 因为你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事 又不知道出席的人有没有事 我又呼吁过 绝对不要再搞这些宴会 是非常之高危的 亦都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当其中一个人出事 其余的人就全部变成紧密接触者 根据卫生署的规矩 应该这群人全部运进去一个检疫中心 才是 就要运14天 现在卫生署就说 出席这一场宴会的人 全部都是紧密接触者 我想问一个问题 到底这群人全部运进去检疫中心 相信出席得为JW万豪酒店 而且那些男家女家 似乎是住在这些豪宅 非富责位 到底运进去没有 要一视同仁 卫生署之前 已经是非常之离谱 把龙门搬来搬去 首先就是你张竹军医生 现在你就很幸运了 是不是 当时曾经和王广发专家同场开会 都不列作为紧密接触者 都不用做强制检疫的 不用进去隔离中心 好了 现在这群有钱人 你会不会执法呢 够不够胆执法呢 现在真是考验你了 因为目前你所说 列为紧密接触者 就没有消息传出来 说这群人已经运进去隔离营 到底会不会做呢 其实是 你要一视同仁才行 标准是 不要搬龙门 还是在这里拖泥 带水呢 打算拖下拖下拖下 就不用运这么久呢 你一定要交代 如果今天出席的记者 一定要问他 问一下这个张竹军医生 到底这些出席宴会的人 运进去隔离营了 如果没有 你就要运进去 病毒就不适应人的 不适应那个人是贫贱的 还是富贵的 对不对 包括这个女马主的家庸 他也中了招 对不对 所以就不要想着 调以轻心 或者想着 那些人是有钱的 你就得罪不起 所以你就不找他 而且香港赛马会 也是暴露出一个安全的漏洞 他就删除所有的场外投注处 即是那些投注站就不开了 然后马场又闭门作赛 总之所有的马迷 全部都不要被他聚集了 这个措施我觉得是对的 不过正如我刚才所说 病毒就不认人的 你就继续容许那些马主入场 马主不是很大 马主也有机会中招 现在就给你看 而且他剪刀的时候 就是2月12日发作 他名下的马匹 就在2月5日有出赛 到底当时他没有入场呢 到底当时是否已经潜伏期间 谁知道呢 这个也是安全的风险 马会也要想清楚 反正你马会有这么多赛事 都是为了赚钱 为了吹谷的投注额 你不如安全起见 连马主也不要让他入场了 那就万无一失了 接着就讲一下 另一件事 就是关于北角的佛堂的个案 那个就真是厉害了 原来有6名的确诊者 就在这个佛堂的方圆400米之内居住 换言之 北角就好像变成了一个高危的区域 渣滑道的那间熟食中心 那些大排档的老闆就走出来 在那里滲 滲到树叶都落 就觉得自己 比梁天来 比金业谷 比金业谷 为什么呢 因为生意大跌九成 就只剩一成 其实我就觉得 这群人都应该要感恩 因为还有一成人 就是做敢死队 就是帮衬你 还想碰 这群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先收了政府给那些资助 照计就有十多匹 收了他 再代了他 第二 就是跟这个业主 我不知道是食環署 还是谁 你就跟他协商 在这几个月免租或者减租 第三 就是别开了 只剩一成 又要请那些伙计回来 然后又要买食材 买完之后又放入冰箱 雪床 有鬼用 不如就直接休業 好过了 其实对于他们 那个损失是最小的 休業对于他们是最小的 不过很多老闆 就想不通 是要开门 是要拼 拼什么 没得拼的 其实很多食店 星期一至五都应该是休市的 现在这样的情况是 开什么鬼 还开一日市一日 至于那些中式酒楼的老闆 很多都将酒楼停业十四天 起码都等到三月初四重开 为什么呢 就省下薪金 省下灯油火纳 反正你开来也没用了 十台得一台有客 就是把鬼 那些事应的楼面 比客人更多 是没意思的 所以那些人很聪明 接着就讲一下 关于公务员在家工作的安排 有消息指出 三月初政府就会取消这项安排 其实暴露了两件事 第一 就是让市民看到 原来特区政府 很多部门 停摆了一个月 对于市民都没有重大影响 到底政府是要反省一下 有很多部门 原来不开门 基本上对我们市民 是没有重大的影响 可能有点不方便 比如说图书馆不开 体育馆不开 但是没有重大影响 第二就是 他们宣布在家工作的安排的时候 其实只有零星的个案 现在是准备破八宗 突然说要取消这项安排 其实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是不是要解释给市民 是不是要解释给公务员 现在的个案是不断增加 每天就五六单 五六单 你就说要取消这项安排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